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8号一直到今天 一直就是阴雨天起 哇 真的 搞得人心情一直很郁闷 而且最近也没有什么好消息 很多评论里面还让我聊一聊 就是最近8号也是下雨 那天很多老年人撑了伞 走上街头的那个事 让我去聊一聊这个事 我在心里想这种事情我能聊吗 我哪敢聊呢 我完全不敢聊 但是呢我当时我确实在现场 8号那天下雨嘛 我当时拍上一期视频 就是去拍我们春季的一个招聘会 那个视频 拍完以后 我就发现哎 我们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啊 微信啊 抖音里面就出现了同城嘛 才会推送嘛 就是哇 哇 铺垫关系出来了啊 老年人打的伞啊 然后走上街头啊 到那个我们市中心 市委 市政府门口 很多人打的伞 很多人还说啊 这老年人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保啊 一保的改革这个事 老年人好像 不太明白啊 觉得损失了很多钱 然后也不太理解 所以呢 他们走上街头了 然后呢 当时还说 你看老天都替我们流泪啊 我们工作了一辈子 辛苦了一辈子啊 哪知道你这一改革 正好经过三阳路 我就到三阳路那个地方就下车了 下地铁我就去看一看 其实说实话我不敢拍 我不敢拍 当时我只能说我当时去转了一下 看了一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我当时去的时候就已经 三点半了 我到地铁站的时候就很多老人就 陆陆续续 就很多就 往我的那个相反的方向 走过来啊 我就问了一下 然后有没有 走啊 车啊什么的 当时就说有车 大部分很多走了 但是还有人还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就过去过去了一下 然后去的时候上了地面 就发现 路上有很多像我们这种 中年人就不是老年人 可能正好也是周围上班的呀 还有那个中午吃饭的时间 他们这附近的 哎就跑过去抽热脑去看 所以我就这样的过去看了一下 当时还是有人在围着 我就 就聊一聊 我看到的这些情况啊 其实没什么 主要是老人 还是刚才我说的老人就是 对新的那个政策出来呢 可能也接受不了 是吧 还有老人的想法就是你 个人账户那一块 钱少了很多是吧 他们退休的原来是200多 现在变成了83 而且是统一的这样一个价格 可能有的人就想不明白啊 包括 退休钱多的他也想不明白 退休钱少的他也想不明白 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造成 然后在二月八号之前 知道这个事呢 其实之前也有一些小道消息啊 现在很多消息都是小道消息传出来的 老人好像就说要要搞事啊 当时说好像是说几号啊 八号说要等到 就想希望啊 就希望市政府有这样一个消息出来 要给一个回复 如果不给的话 他们说十五号还要到中山公园那边去 搞一个活动 要从中山公园走大桥 然后一直走到月马场 十五号 这样 没想到还真的干的了 而且我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到了现场 啊 真的只能说他们老人 哎 厉害 不过也佩服啊 他们年轻的时候还是文化大秘密 有这样一个经历是吧 哎 什么串联的啥的 然后现在年龄大了也退休了 是更 更不怕的 所以我后来看了一下也只有他们敢去 其他的估计 不敢去的 走凑个热闹啊 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去 看一看估计都不太不太干的 就听他们说 哇很多老人可能就主要是不太理解 这个突然这个变化 然后这个钱 自己的钱突然变少了啊 他们接受不了 然后呢 个人账户这块钱原来呢 老人们就 可能都会有一些基础病的 是吧 糖尿病啊 高血啊 这些都有 每个月原来有个人账户里面有两百多块钱的话 一年下来也有接近三千多块钱 这三千块钱他们 可以到那个药店里面去买一些基础的药啊 就不用到医院去看吧 比如像我妈那样的 他他总是吃那个 加压药啊 他就不用每次去刮号对吧 药吃完了就直接到药店去买 现在药店有那么多 而且钱要少了这么多 八十几块钱能够买什么药呢 就可能就接受不了是吧 这一点 这是他们要去的一个诉求 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可能也不太理解 因为新政出来的确实很麻烦 我都研究了很久 上次讲 讲那个医疗改革的时候 我也研究很久 当时还画了一个图 那个图还在这 画的这么麻烦 就是怕大家不太明白 你想想那些老人们他们更不太明白了 什么五百的 他们是五百的 是吧 五百的这个 这个才享受半价的一个报销 然后到四千还有个封顶 你说他们老人哪搞得清楚呢 所以然后在网上这里说 他们就是有点焦虑感 他们一直以为啊五百块钱 我每次看病我哪能消费五百呢 他们就以为每次 每次去是吧 必须消费五百以上才报销 他们认为就这样 就有一部分的老人可能理解错 理解错了是这样 我当时在听听了耳朵 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 之前说的那个医院报销的 一级二级三级都有各种档次嘛 最最高的是八 就是二十到八十可以报销 百分之八十那就挺高的 但是那是一 就是一类医院 但是比例很高的时候 它很多药它都开不出来 就刚才说的那个 加压药啊 还有糖尿病啊那种药 呃他那医院都没有 所以那你只能够去二级医院 二级医院就是 社医医院 是吧 或者甚至到三三级医院 三级医院那边去报销这百分之五十五十的 然后我听到那些老人们特别有经验 他们说我们要连搞三天 然后还有人说那那那你牵头 你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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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说我不牵头 不牵头 不牵头 你们就说好 我们说好时间 什么时候来 你就大家都来就完了 就这样搞起来的 我来真是真是厉害 老人们这是团结哈 这两天突然又听到一个消息啊 就是谣传啊 这也是谣传啊 我不知道啊 不确定 因为现在还没有收到一个官方消息 就是也是网上看到的啊 比如像这种消息 讲讲变化很 这次很长啊 这唯一讲讲变化啊 就是关于这次 反映情况 反映情况 诉求 反映自己的诉求一个结果吧 有所变化呢 就是在原基手上退休的是五百起步 对不对 这个都不变的哈 就是报销比例啊 医类医院原来报销的职工的报销是80% 退休报销的 变成了84% 如果你去二级医院报销原来是60% 退休报销的是68% 三甲医院哈原来说的是50% 退休的现在变成了60% 上限还是不变的啊 职工 3500% 和退休职工是4000% 这些都不变 就好像就是这个报销比例好像有所变化啊 这是 也是小到小去看到的 不知道 不知道真假 然后这两天 我关注 因为我们关注了武汉市的一些公众号啊什么的 就是关于医保啊 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公众号都是大媒啊官媒啊 这两天陆续的在推出这个医疗改革的一些说明和介绍 主要是可能没有很大变化 就是这样了 但是大部分这些公众号 都是起到了一个解释的一个作用 就是估计可能这次出去可能还是很多老人 或者很多包括我们中年人 年轻人对新的医改呢 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其实这次医疗改革我上次看了哈 叫医疗改革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又去学 我发现我漏掉了两个关键字 这是最主要的 这是医疗改革到底是为什么 它到底是没钱呢还是什么样子 我之前一直认为是没钱 后来我后来又去看这个 这个我漏掉了一个字叫什么 它叫共济 最主要的共济 我后来想一想什么叫共济呢 共济呢那就是劫富济贫 对不对劫富济贫 因为体力劳动那些人呢 到了老年人他肯定很他有很多病 而那些劳力劳动者呢就是高出人群是吧 专家类似的那种人 他们就动脑筋了 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是吧 断裂身体 所以他到了老年人的时候 他第一工资也高吃的也好 到最后他去医院里面 次数会会非常少 所以他很多这个个人账户里面的钱没有用 他就一直趴在那里趴着 所以这次改革我觉得影响最大的 可能也就是让这些存在里面的个人账户里面的钱 是吧 也把它用起来 把它用起来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现在是这样 我再次理解他的话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你经常去看病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好处的 如果你不去看病的话 损失确实挺大的 因为你想想原来打300块钱 是吧 你一年下来的话 也有3600块钱的一个个人账户的收入 你现在是80多块钱 一年下来也只有1000块钱 这是我8号吧 那天去看了一个现场的情况吧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是 诉求主要是大家不太理解 突然有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诉求 我希望也不要把它变成什么 外来什么 视力啊影响啊 或者是 闹市啊啥的 我觉得好像没有 我觉得最好不要什么事都往那个 什么外面视力上面去套 觉得真的就是老人想不通 自己工作一辈子的这样一个想法 然后 觉得自己的钱突然少了 想不通的一个想法 一个 想表达的一个诉求吧 真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诉求的一个 渠道方式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哎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吧 我看下大家都还蛮 蛮想让我去说一下 我也是这个话题我也是考虑了很久 我 我一直想我该怎么去说 包括我到了现场我都没 还可以拿出相机出来 拿手机自己拍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况 现场的一个情况 之前刚才说的那个稍微有点调整 针对退销职工的那个调整 当然这个不知道真假 我们希望也不要不传谣不信谣是吧 只是 有这么一个小的消息 不知道老年人呢会不会满意 15号就知道了 到了15号 看中山公园有没有老年人 在那走就知道了 那我们15号再说吧 拜拜